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戴萌兔 这期视频来拆一款非常大的产品 我都好久没有站着录视频了 这款产品的话是万代在11月19日 发售的一款独角兽的胸像 说胸像可能不太恰达 应该叫独角兽的头像 主要就是一个头非常大 这款产品是PP现金的产品 官方定价是消费税后5万5千日元 非常贵的一款产品 应该是我拆过的最贵的独角兽的产品了 包装盒的话非常的大 包装也是非常的有逼格 特别厚的这种护纸箱 直接来开箱 也没有封条什么的 直接掀开了就可以了 打不开 密封性非常好 都吸住了 这是一个大的掀盖 放到边上去 把盒盖掀掉了之后 盒子里面还分了两个箱子 比较大的盒子上面是模仿的 是拉普拉斯之河 然后上面会有一个联邦最原始的宪法 然后这边的话还有一个小箱子 我们把这两个箱子都拿出来 这个小箱子上面是一个巴拿吉的头像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一个独角兽的头像 这里面应该是 因为这款产品 它是一半是成品 一半是拼装的 是一个半成品 所以说应该我猜这边就是那个头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一些需要拼装的板件 我们打开来看一看 首先这个大盒子里面 里面还有一个泡沫盒 这个有点过度包装了 这个应该是前面 我们打开看看 一根天线 然后里面就是一个独角兽的胸像了 比我想象中的要小 我感觉可能会再大一点 但比我想象中的要小一些 然后这边还有一根天线 这个泡沫盒就不用了 我们先扔到一边去 这里就是还没有外装甲的状态 整个都是用塑料做的 所以说拿在手上还是蛮轻的 这里下面是有一些透明的零件 过来是会发光的 然后在这个背后 背后会有装电池的电池仓 这个侧面的话是开关 然后这半边的话 会有一个音频输出接口 我们先把这个放在边上 然后再来拆这一盒 这盒里面的话就全部都是板件了 拆了一块零件出来之后 我发现零件上面这些符号什么的 全部都是直接印在零件上面的 而且零件全部都是会有涂装的 并不是成色 这样子的话还算好 我本来还以为5万多 就买了一个拼装模型 结果还要自己贴交贴什么的 这点还是不错的 而且移印的话印的都挺不错的 它最后还有一层消光层 把整个移印都盖在消光层下面 所以说并不会有明显的边缘落差什么的 这点还是做的挺好的 而且这些零件全部都是隐藏水口 所以说直接剪下来的话 不会损伤到表面的漆面 这点做的还是可以的 这点5万多的产品还是需要做到这个程度的 然后在盒子的最下面 会有一本组装说明书 还是会有贴纸 还是会有胶贴 这个胶贴是干嘛用的 应该这个产品上已经不需要胶贴了 可能是给一些需要自己DIY的人 这张是胶贴并不是水贴 好吧 那么我们把零件我们处理一下 把它装上本体之后 然后再来看装完之后的效果如何 我发现我取件的时候手竟然在抖 从来没有做过这么贵的模型 我这一个水口要是剪坏了就是几十块钱的 好紧张有没有 从来没有做模型做的那么紧张过 而且我取完件之后还要把它小心的放在边上 不然零件和零件磕碰的话 也有可能会把漆膜给磕碰掉了 得千万小心一些 好紧张 说话都不利索了 我感觉自己至少有四五年的时间 没有这么仔细的去处理水口了 平常拍视频的时候就是一刀就直接剪掉了 缺肉就缺肉了 然后稍微有一点损坏就有一点损坏了 但是这一次真的是不想弄砸了 得千万小心一些 还拿笔刀去修一修 平时从来不用笔刀修的 但是好在都是隐藏水口 所以说处理起来的难度并不是特别大 我这个人都不喜欢吃 açık 我没有做法 就像花固多一样做法 有的人一样做法 那挑法 好 有的人一样做法 是什么 这款产品的组装过程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本身零件数量就不多 而且零件的个头又非常大 下面的插口也非常粗 所以说一块块往上装的话 装的是非常顺畅的非常的爽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完成全部的组装了 装完了之后一定要记得在打开电源之前 先来检查一下头部的变形结构 有没有什么问题 会不会有干涉的情况 那么在不通电的情况下 这些变形的机构都是可以用手动的方式 来给它展开一下 来看一看变形的过程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包括脸颊两侧的装甲也是可以的 用手动的方式把它打开 然后这样转一转 看一看前面的脸能不能够正常的完成变形 确定变形过程没有问题之后 再打开电源 一定要千万记得这样子做 在电源关闭的情况下 头部也会有一定的可动 可以左右旋转大概45度左右 但是上下是没有可动的 就只能左右旋转 但是一定要注意 必须要在电源关闭的情况下 去转头才行 因为如果电源打开了之后 头如果不在中间的话 变形的时候 两侧的脸颊是会撞到衣领的 就会发生一定的损坏 或者是掉漆的情况 一定要千万小心 至于尺寸的话 在独角兽模式下 脚的最尖端到桌面的高度 是正好40厘米 然后下面胸部的宽度的话是22厘米 深度的话 因为独角兽模式 脚是凸在前面的 所以说从最前面这个距离开始算 从这里到最背后 这段距离是30厘米 如果是在毁灭模式下的话 就是这个脚会打开 这个脚打开了之后 这个脚的最尖端的两侧的宽度 是正好40厘米 然后这脚打开了之后 从侧面看的话 这里也变窄了 从这个位置到最后的长度 是正好22厘米 其他也就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了 下面就要接通电源 来看看它自动变形的结构 以及声光效果如何了 注意在接通电源之前 一定要先把它变成独角兽的模式 然后电源是在侧面的 在胸向的下面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一个电源 然后我们把电源打开 电源打开了之后是否有启动音的 可以看看脸部 眼睛处的地方会有光 然后前面监视器的地方也会有光 然后在背后 在头的后面 监视器的地方也会有绿光的 头后面绿色的监视器的发光效果 还挺不错的 整体的发光很均匀 揉光效果做的也是挺好的 然后在边上会有一些按钮 这个按钮主要就是一些 它控制它自动变形 以及一些发光发声的一些控制的按钮 EP1-7的话就是在剧中 7次变形时候的瞬间的一些音效 还有一些台词什么 都可以通过这些按钮来进行控制 然后MS的话就是杂比加的公主 发表演说的时候一整段 非常完整的演说 演说词都可以在里面都是有收录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AC AC12的话就是单纯的玩它的变形的过程 打开然后合拢 主要就是前面胸口的精神骨架的地方的颜色 稍微有一些区别 整个变形的过程是一样的 然后下面是CV 然后CV按钮的话 主要就是说的是它在变形的时候会有台词 通过这个按钮可以打开台词 还有关闭台词 然后最后两个按钮就是音量的大小键 下面我们来看看它的变形的过程 当时每个车前的变形是我的 这些码可以打开的 或者是线的 我现在有应该打开的 原则在里面的比赛 原刘最重要的 但是我还是与人的对方 cursed 他们来源ia 大き大力的 是 有了 一去 一段音乐放完了之后 它会变回最原始的独角兽的模式 这个音质比我想象中的要好一些 但是如果你觉得音质还是不太好的话 它有一个外接的功能 在这个侧面 这里会有一个耳机接口 3.5毫米的接口 可以接到一个音响上去的 这款产品当中所内藏的音效 其实还是非常丰富的 从头到尾全加在一起的话 估计是有20多分钟的时长 这期视频时间有限 不可能把当中藏着的所有音效 全部都放一遍给大家听 过会的话我会重新再去录一期视频 完完整整的把当中所藏着的所有音效 从头到尾都完整的放一遍 如果想要仔细了解一下 这款产品当中的这些声光效果的话 可以去看那一期视频 这期视频的话就简单的演示一下 这个变形的过程就可以了 整个变形的过程还算OK吧 除了天线的地方是有一些松 打开和喉咙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晃之外 头的地方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然后声音的话就是齿轮运转的声音 我觉得还算可以 如果把声光的音效的效果开响一点的话 齿轮的声音可以忽略不计 我觉得可以 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然后就是变形的部分就只有头部有变形 胸部的地方是没有变形的 这里也是有一些小可惜 如果这里也可以做一些非常简单的这种左右的开合的话 可能会更好一些 即使是手动的我觉得也可以 但是并没有做出来 但是好在胸口的这一块 精神骨架的地方 发光效果是非常棒的 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红的 绿的 蓝的 基本上剧中出现过的颜色 都可以通过这款产品来进行还原的 这点还是做的挺不错的 然后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就是这款产品虽然说是有一个音响外接的功能 但是外接的音响它也是单声道的 并不能够实现立体声的效果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供电 必须要用6节的5号电池 并不能够自己去接一个什么这种AC的电源 这个也是不太好的地方 因为单用电池来供电的话 可能有一些功率比较大的音响 你可能就推不动 这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说就只能够在音质上会有一些牺牲 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款产品还算OK 没有发现什么太严重的问题 通体都会有预涂装 然后会有移印外观非常漂亮 通电之后整个变形的过程是挺流畅的 虽然说马达的声音是有一些响 但是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灯光的话也还算可以 整个面发光的效果还是可以令我满意的 然后下面的声光的表演都是挺精彩的 音质方面的话也会比我预想的要好一些 如果实在是不能接受的话 还可以自己去外接一个音响对吧 要说这款产品有什么缺点的话 我觉得这款产品最大的缺点就是实在太贵了 当然这也不是它的缺点 是我的缺点好吧 如果这款产品的定价是35,000日元的话 我觉得就还可以就还挺有性价比的 但是55,000日元的话真的是太贵了 55,000日元都可以买P级的Phoenix了 全身电镀然后也有发光 体积还这么大对吧 那款产品非常的帅 那也不要那么贵 当然了如果你说你是土豪不差钱 就是喜欢这种声光效果的话 这款产品还是非常好玩的 特别是第一次看它变形的时候 听着BGM 然后听着台词 真的是临场感爆棚 非常的好玩 非常的精彩 真的像是我站在台场的 看1比1的独角兽变形的时候 那种感觉的 非常的有临场感 相当的棒 就是太贵了 好吧 那就是这样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千万不要忘了点赞 投币一键三连 我是戴萌兔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